在抗議的關鍵時刻 前段時間我們討論過 為什麼解放軍還有餘力 可以在這段時間 共機繞台或者是做遠洋的一些演訓呢 那其實國軍也沒閒著 我們帶你看這畫面 海軍試射海攻三號防空飛彈成功 而且它是垂直的發射系統 更快更準 先請教大家老師 我們台灣比較知道是熊三 這海攻三是跟熊男比較起來 威力是如何 不一樣的東西 熊三是這個海對海 或是陸對海的一個反艦的一個飛彈 但是海攻三它是一個反導彈的飛彈 它是比較接近我們的天攻三 它是用天攻三做基礎 也就是說它是上市 它是等於是有點像神盾艦一樣 也就是它是打導彈的 它的速度比較快 它是那個大概可以飛到7馬赫 這是直接跟美方做採購的嗎 還是中科院有自己直接研發呢 沒有 因為它是一個發射的一個載台 發射這個載台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沒有能力製造這個發射載台 因為這個發射載台它比較複雜 它本身牽涉到就是說 你的發射器 你的連結 數據鏈跟雷達 跟它的搜索 還有就是說跟它的電子的控制系統 跟它的懸標器 都要整合在裡面 因此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怎麼辦呢 我們就向美國買 就是Mark 41 其實它不只是Mark 41 它有20系列的 30系列有40系列的 一般來講 這個發展很久了 因為美國大概在1960年代 70年代的時候 就發展這個垂直發射的載台 我們現在是跟它買兩套 買兩套我們把它裝在 我們的這個兩氣燈路線上 也就是兩氣燈路線比較大 它把它先裝在這個地方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它為了要確定它的穩定性 它就先在岸上先做一個發射 那也就是說用這個載台 發射台作為一個平台 然後用我們的天公山 那麼在這個發射 其實垂直發射跟這個 飛垂直發射是有不一樣的 垂直發射的難度比較高 因為你想想看我們的這個反作用力 你要推上去的時候 你的推進器的能力要比較強 而且它是直接先打上去以後 打上去以後再根據它的指標裡面 去飛 去跑 例如說它有可能可以去打 巡弋飛彈的話 它打上去以後要去往下倒 那有可能是因為 例如說對方的飛彈過來的時候 我們經過電腦的計算 數據鏈計算完了以後 它發射上去又去尋找 重點是在於它要飛得很快 然後它最後它一定要是 自動的主控的向陣雷達 也就是說如果它是被動的那就不行 因為你要去找對方的飛彈 對方的導彈的話 它的速度很快 你要去主動去找它 找到它計算完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彈道的飛行的方向 然後去計算攔截點 你想想看它的數據鏈 要很快要很大 然後最後再尋找到 它要的點上去打 但是它有一個難度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我們打這個反導彈 通常要用兩枚或是三枚 才能打到一枚 對 那如果對方的導彈 它的飛行速度更快的話 你就攔不到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對方有變軌的能力 也就是說它的飛行姿態 可以再做一次的變換 那你也打不到 所以事實上防空反導的能力 事實上很難的 那也就是說它成本 但是它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 貴到不行 那我們現在是先買這個東西 我們自己來做測試 目前發射成功就代表說 我們的導彈的系統的水平 還是有一個程度的 我們也不要說認為 我們自己的做得很差 但是跟先進國家比的話 那當然還是有一段距離 為什麼 因為你連一個載台 你都做不出來 那就代表我們離先進的 先進國家的距離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反導彈確實很貴 而且真的三個打一個 其實代價是滿高的 我想請教一下 貴遠你來看 我們常在討論兩岸之間的關係 在這時間序上面來講 近期最需要觀察的 就是520的就職演說了嘛 那520就職演說之前 這段時間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包括了疫情 包括了兩岸包機 包括了國際的金融跟油價的波動 這些層面來講都會左右 或者是影響到蔡英文總統 他現在的一些思考 在準備演講稿的內容 你覺得有什麼特別需要 去做關注的嗎 尤其是這段時間有沒有看到 他跟蘇貞昌隔魁之間的一些 外界的一些傳言 你怎麼看 我對520不是那麼樂觀 因為當然也包括最近疫情 兩岸產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緒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從微博看到很多 那事實上現在問題就是說 現在有點局面在逆轉當中 逆轉當中 比如說大陸啦 大陸 比如說大陸他的疫情在控制 控制當中 回穩 那他甚至抗疫模式開始在輸出 比如說他要去幫意大利人忙 什麼一省幫一國啦 那也要去巴基斯坦啦 伊朗啦 還有這個伊拉克 那甚至於國際的資金的流向 搞不好也會慢慢 有點回到亞洲 那中國也許會得到比較大的受惠 因為年底剛好是MSCI 他的真磁路股 還有包括英國的負時指數要納入 那個路股 那個本來就在時程當中啊 那如果再加上他的新基建預算推出 所以我認為這裡本來是台灣應該是有蠻好的機會的啦 那台灣應該努力爭取這個機會啦 你這個新基建就講明白是什麼東西啦 沒有新基建就包括5G的建設 對嘛就是5G嘛 還有物聯網嘛 那個都包括在內 那台灣概念股相關的公司真的蠻多的啦 那你這樣不是會得罪美國嗎 沒有這裡面 蔡英文不是在看美國 我就跟你講疫情會帶來和平嘛 美國也會有新的思維啦 而且我剛剛已經講到 當疫情在美國擴大的時候 那這個病 在全世界就沒重新定義了啦 它就是pandemic 不是中國病啦 是全球的病 剛剛從郭委員的口中聽到了逆轉當中 我心頭一驚 我還不知道你是要講大陸的疫情逆轉 我在講的是 你以為兩岸逆轉 蔡英文心中對於兩岸這個譜 是不是有開始逆轉 因為其實大家在討論 前段時間在總統府當中的 國安高等會議當中 有幾個指示 五大指示是略過了蘇貞昌 好 那為什麼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剛剛蔡英文跟蘇貞昌的關係 請教一下郭委員 我剛剛說到逆轉是 因為現在看起來 綠營方面很多的一些發言 在這次的疫情當中 還是處於一個戰鬥位置 好像是選舉完之後 繼續的延長賽 所以會不會是逆轉是那種 術欲止而封不息 就是蔡英文心中可能她知道兩岸之間 不那麼樂觀 但是現在的行政團隊當中有些人 還是屬於在選舉的模式 包括網路 我先講疫情 的確就是說 台灣在這裡也做得很好 那大陸也做得很好 為什麼台灣跟大陸在這個中間 有這麼大的歧異呢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的規模真的不同 我們用台灣的規模去看大陸做的事情 時常會有完全的誤判 那全世界第一類應該是澳門 澳門基本上全域都已經出院了 而且沒有新的確診 所以等到現在開始 比如說方艙醫院 大家就停止運作 慢慢慢慢 它就有一個回復正當理性的可能性 所以我很同意 我覺得過人前面講說 這個疫情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 會帶來大家重新思考 然後重新洗牌 去慢慢的建立一個新常態 但是我們都知道 每次一個大震盪 都是大震盪完以後 最會到一個中間的點 這個節點 就好像我剛剛講說 石油是從120塊到30塊 最後中間在上兩輪 都是在50 70塊這邊震盪 我們現在最大的是 那個大震盪還沒開始 今天最大的黑天鵝 還是石油戰 芳心慰安 剛剛開始 我們的疫情的戰 可能已經off peak 在中國大陸來說 歐洲開始 那石油這個戰是大打特打的 所以最大的風險還是 如果美國 不過最大那個黑天鵝 最近講話比較謹慎 假如說 那我們現在回到疫情以外 回到那個石油的戰場 假定說它看起來No way out 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它 內外交迫 而且它的實體金融 全部聯動的狀況 那它剩下一條什麼路 當然就是 剛剛郭委員講的戰爭的路 那戰爭的路呢 剛剛也講到了 中國大陸在我們周邊的這些 這些軍事行動 通通不是給台灣看的 是給美國看的 那如果說美國要想說 我在全世界哪個地方去 燒起一個戰火 可以解決我內部危機的話 那你就去挑一個 你簡單可以處理的地方 如果我們這裡部落金湯 你就不要來挑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有一點 成功的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